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然传来一个震天动地的声音 那声音其实并不算大 但却中气十足 如闷雷一般震耳欲聋 声浪掀起风暴席卷四周 传入天妖谷每一个妖族的耳中 实力稍弱者更是双耳生腾渗出鲜血 以拳祸的扭头 怒视着声音来源之地 无上神力运于声陷之中 化为无形攻击朝那边吸取 周点是谁给了你胆子 在我天妖谷大呼小叫 周点的大笑声随之传来 这笑声初始还算平和 但随着周点情绪的起伏 竟逐渐变得癫狂直至疯狂 轰轰轰 外面传了一阵阵爆裂的声响 刺破虚空 让整个天体都为之颤抖 阳开面色难看地站在原地 只感觉自己的神魂灵体极为不稳 提表出光芒闪烁不定 惊得他连忙催动力量防护自身 这才感觉那么好受了一点点 等他回过神后 身边已经不见了乙全的踪影 他连忙也窜出树星大殿 悬浮在半空之中朝四周张望 很快他便看到了乙全和周点的身影 距离他约摸五十里之外的某地 乙全这位妖族至尊 静静地站在那里身形不动 气息内泪 让人感觉如临身晕 而在乙全面前不远处 一道魁梧的身形 骑成着一头神郡至极的妖兽 居高临下的俯视乙全 周点 纵然阳开没有见过这人 也知道他到底是谁 也只有周点 才能让乙全如此慎重以待 在周点的身后 一个同样身形勾搭 一头红发的帝尊敬强者 势力在后 他的那火红头发的特征极为明显 杨开一下就明白 此人便是怜言了 这两位人族强者的四周 散落着数之不尽的妖族强者 这些妖族每一个都虎视眈眈的 朝两人望去 目露凶光 力气毕露 但没有哪个妖族敢贸然出手 周点坦然弱速 就连连言也没有丝毫紧张之感 只是面露不懈的微笑 左右打量 时不时的与妖族强者目光碰撞 以眼神挑衅一分 很好 多年不见 你却 你风采依旧 让本将军 很是欣慰 周点率先开口了 面露微笑 仿佛站在他面前的不是生死大敌 而是一个久未谋面的故交好友 以前冷笑一声说道 本座还是老样子 只是不知周点你的声 应好了没有 此话一出 周点面上的笑容骤然消失不见 一股冰彻心扉的寒意从天而降 仿佛要将这世间万物冰封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闭上眼睛 等到再睁开之时 面色已经恢复平静 一拳见状 眉头不禁一扬 一拳 若是可能的话 本将军也不想来你天妖谷 只是此番本将军奉王上之命 不得不来 周点开口道 你们那位的命令 关本座屁事 天妖之约 人族不得踏足天妖身 三万里之内 此乃两族约定之事 今日你却亲自破坏 人族的信用果然不值一提吗 一拳神色愤怒 口中抱贺 周点道 今日 本将军只为义人而来 你叫出来 本将军立刻退走 绝不为难你天妖谷重强者 你应该也看到了 本将军这一路走来 可没杀你天妖谷任何义人 足以彰显本将军的诚意 天妖谷起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 一拳眉头一扬 本座爷知道 你到底是为谁而来 只不过 他乃本座的座上之兵 想带他走 我问本座大不答应 座上之兵 周点文言眉头一扬 严余地望着义权道 你在说笑吗 他以为义权只是随口一说 毕竟就算隔了五十里地 他也能清楚地看到阳开的身影 洞悉阳开的修为 这样一个人足小子 又有何德何能 能成为义权的座上之兵 恩座没心情与你说笑 义权冷哼一声 速速滚出我天妖谷 否则修快本座 对你不客气 安阳子 这人 你是不打算救出来了 义权目光微沉 冷冷地注视义权 义权冷哼一声 不再多说 义权力量徐徐催动而发 研制此处 两大强者都知道 靠嘴皮子是没有用处了 唯有手底下才能见真正 天地间的一切 仿佛在这一瞬间都凝固 两大帝尊三层镜的强者目光 彼此触碰 剑射无形的火花 蹦向驱空 诸多妖族强者见势不妙 纷纷施展身法 朝四周散去 头也不回 连岩亦是如此 他整个人直接化为一道红光 忧乎之间已退出几十里外 无上的战役弥漫 耸人地位降临 空间开始站立 地面上的碎石徐徐上浮 即便远隔了五十里地 央开也依然感觉浑身发冷 若非没有血肉之躯 此刻只怕连呼吸都要成为一种奢望 人影闪动间 袁非白鹿两大妖族强者一左一右地出现在阳开身侧 冲他微微汗手 两人已经没有之前的敌意和排斥了 来此的目的也只是为了保护阳开而已 紫离呢 阳开问道 少叔已经安置到安全的地方了 白鹿轻声答道 阳公子不必担心 他连对阳开的称呼也发生了改变 显然是之前以权那具坐上织兵的缘故 阳开微微汗手 韵立于目朝远方眺望 这是帝尊三层竞强者之间的战斗 若能观摩一二的话 对他必定有极大的好处 所以他无论如何都不想错过这种精彩 而就在这时 周点已动 他纵身一跃 从自己胯下的坐骑飞升而起 冲至高空处 身上暴射出一团金光 带到那光芒散去之时 周点手上赫然已经出现了一杆 风天化鸡 那风天化鸡 成森杖有余 足有人必粗细 威势沉重 席卷八方灵气 似有搅动天下之能 此风天化鸡一出 周点身上的气势节节暴增 体表出的能量就如废水一般 翻滚不已 这并非神魂秘宝 只是周点以自身神魂力量 凝聚而出的武器 只是这方天化鸡 跟随周点多年 为他以秘法纪念 虽不是神魂秘宝 却有诸多妙用 许多神奇之处 甚至不输于任何神魂秘宝 持鸡在手 周点定黄大笑 整个人已化为一道流光 朝一拳俯冲而来 怒吼之声 详彻天地 这一击若惊鸿似允星 是要破开这天地一奔 每个观望的舞者 无论秀为高低 都只觉得眼睛一阵刺疼 仿若是要被刺瞎了一影 与此同时 身上更是变声寒意 扬开心头大汗 他这一段时间 虽然也见识到了几位 帝尊三层镜的风采 但还真没有见过这一等强者 全力出手的景象 而这一刻 他才明白 帝尊三层镜到底是多么强大 那是几乎无敌于世间的存在 而面对这惊世一击 以前竟只是站在原地 魂丝不动 那眼神轻蔑地注视着前锋 仿若根本没将周点放在眼中 一道肉眼可见的粗大能量柱 自方天化极之上冲出 化为龙形 吼出龙吟 针牙无爪地朝倚泉扑向 哎样子 倚泉淡淡地说道 你是好了伤疤晃了痛了 两千年前的那一战 你 忘记了 化落 倚泉屈指一弹 细弱 牛芒般的攻击 硬生飞出 迎上那龙形能量 两者之间看起来差距无以衡量 给人一种浮游汗大树的感觉 然 当那牛芒般的攻击 迎上龙形之时 却是爆发出耀眼之光 那光芒之量 掩盖了世间的一切 吞噬了巨龙 巨龙嘶吼连连 周点脸色狂变 一圈原地踏身 消失不见 叮 轻响之声传出 带到众人回过神之时 却骇然地发现 乙拳已栖身到了周点面前 手持一柄长剑 刺在周点那方天化节的枪身上 溅起一片火化 周点望着那长剑 面露茫然之死 两千年前 他与乙拳大战的时候 对方可没有使用这样的武器 而且这长剑 看着根本就不像是以神魂力量凝聚出来的 也不知到底是何保护 不过疑惑只是一瞬间 这等层次的强者坐镇 任何一丝迟疑和犹豫 都有可能丢掉性命 所以周点很快便收敛新神 枪身一阵逼退了乙拳 与此同时 一股精纯的神魂力量 悠然迸发 朝乙拳轰击出去 也不知道他到底施展了 何等精妙的神魂秘术 乙拳面色凝重 体内同样 神魂力量跌宕 以神魂秘术化解 两人都是帝尊三层性级别的强者 纵然实力上有些许差距也是不大 所以这一番比拼 虽然旁人看得不清晰 但绝对是凶险至极 一人一腰 两千年未完的夙月 终在今日碰撞 迸射出耀眼火花 神魂彼此冲撞之时 两人身上的光芒都是狂闪不定 手上的动作也没有丝毫闲着 常见与画集交锋之间 传出一片密集的叮当脆响 剑走刺 挑 切 缠 结 轻柔 灵活 机型 斩 钩 剁 劈 砍 威势刚猛 两大神兵 两大强者 似要搅动着天地 煞时间站坐一团 身影交错 幽呼来回 枪声阵阵 剑是复杂而绵柔的柔 剑盲若兴 鸡舍四方 使人应接不暇 即是威猛而霸道的刚 即似海浪 拍案惊起 卷出无上威势 秘术能量 精妙身形 交织出一幕 让人如痴如醉的画面 绚烂缤纷 所有围观的舞者 都看得目不转睛 那战场之中 时间似乎变得 飘忽不定起来 只见那一人一忧 时而动作慢如龟爬 时而动作又迅如闪电 前后差异的视觉冲击 此能无形的冲击 撼动每个观看者的心神 终有妖族强者无法忍受 面色一暗倒退几步 此时受了什么创生一奔 手捂着胸口处 徐徐闭上双眸 不敢再看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出现这种情况的人 越来越多 最开始还只是 道元一层镜的舞者如此 接着便是两层镜 三层镜 一炷香之后 连元飞白露这样的帝尊景 都不得不催动自身力量 化解体内的不是 强撑着精神继续观望 他们也不想错过 这精彩的旷世大战 恍惚之间 元飞的眼角余光 似是瞥见了什么 连猛扭头朝阳开看去 下一刻 元飞的嘴巴忽然张大 露出了沉默结舌之色 因为他发现 杨开竟瞪大了眼睛 一瞬不移地盯着战场 一双清澈的眼睛中 倒映着那几十里外 两大强者争斗的身影 似乎是完全没受到影响一般 不但如此 他还时不时地露出 若有所思之色 这一幕让元飞惊呆了 不禁悄悄地捅了一下白露 做事 白露正紧密地 关注那边的战场时 被元飞打扰 自是一脸美好气地低喝起来 元飞冲一旁 弩了弩嘴 白露狐疑瞧去 下一刻也是面露惊恶的神色 弱小子很古怪啊 元飞低声宠白露说道 强如他们两人 此时也多少都感觉到了不适 顶多在观瞻片刻 便以示极限 可实力比他们弱得扬开 却安然若素 怎能让人不在意 大人看中的人 果然有些非比寻常 白露轻轻汗手 而就在两人敲声议论之时 呼得有一股精纯的神魂能量 自杨凯体内弥漫而出 转而将他全身笼罩 而从那股神魂能量之中 逐渐演化出一种说不清 道不明的韵味来 杨凯整个人似乎也在悄无声息地 发生着什么神奇的变化 地狱 元飞失声惊呼 他竟然出到了地狱了 这一瞬间 元飞明显是察觉到了什么 惊声喝道 白露也是美眸明亮地 瞧着扬开 好一会儿才微微汗手 确实如此 虽说还是很浅薄 但确实是地义无疑 难不成 他要在此地 晋升地位 这个想法一出 顿时吓了白露一跳 神游世界内的晋升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每一次晋升 都是脱胎换骨的生死之局 一个不小心 便是魂飞魄散的结果 因为这里的生灵 没有血肉之躯 无法依靠血肉的威力 来抵挡天体能量的协力 所依靠的一切 只有自身的神魂而已 比起外面的舞者晋升 自然要艰辛困难的多 此时乙拳还在战斗 若杨开因为晋升 发生什么意外的话 他们也没法跟乙拳交代 一时间 白露不禁提心吊胆起来 他明显是想多了 杨开并非神游世界的生灵 他虽然是以神魂灵体 进入此地 但他还是有自己的肉身的 此刻纵然受到 两大强者战斗的感染 而触碰到了些许第一 在肉身实力 没有提升到一定程度之前 他纵然能让自身的神石 强度突破到 比肩地尊镜的存在 也不可能真正达到 那种水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巨五八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五恋巅峰》